我家小姐打小就不聪明 未出阁前 姨娘所出的三小姐 就曾框她去后院扑蝴蝶 本想在二人独处时 先一步跳进池中 营造小姐欺辱害她的假象 然而没等对方有所动作 小姐就因拿着团扇追蝴蝶 一头扎进了池里 池水寒冷 小姐又是柔弱美人 因此病异常 烧得迷迷糊糊间 却还拉着来看她的三小姐 说下次肯定会给她铺更好看的蝴蝶 从那时起 家里其他的小姐们 都知道她不太聪明 属于被人卖了后 还给人家数钱的那种 夫人为此头疼不已 碎片重金 请了宫里放出来的一位嬷嬷 教授我和小姐宫里的手段见识 发誓要将小姐培养成 聪明绝顶的世家贵女 日后入宫也好争宠 可当聪明人 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天赋的 小姐跟着学了几年后 忽然毛色顿开 冲到三小姐的屋里 把团扇砸在她发际上 生气开口道 好啊 那年扑蝴蝶 你原来是想算计我 三小姐丝毫不慌 甚至还反了一句 没有证据 你又能怎么办呢 是啊 能怎么办 小姐想了好久 最终决定学习 我跟她半夜偷偷看的那些话 本子一样 扯着三小姐的帕子 说是要和她割帕断义 结果力气太小 帕子没扯开 反倒把手给伤了 红着眼眶 把手举在我面前 让我吹一吹 还说这样就不疼了 围观了这一切的夫人 默默往嘴里塞了颗神仙丸 再后来 小姐急急 按着规矩入了宫 夫人在家里哭红了眼 很是担心小姐这脑子 入宫活不过三日 小姐听后 拍了拍胸脯 跟夫人保证道 阿娘 我跟着容嬷嬷学了多年手段 入宫为妃后 必定独占圣心 容宠一时 夫人问她怎么独占 小姐摸了摸自己的脸 自信开口 靠脸哪 闻言 夫人眼前一黑 当晚郎中就入了夫人院里 但入宫的日子 还是很快就到了 老爷官职不高 故而小姐入宫后 只被封了贵人 次好奇 岂有美丽之意 算是对小姐容貌的肯定 同期入宫为妃的女子中 虽说小姐容貌最美 可京城中 素有才名的几位小姐 也纷纷入了宫 而当今帝王 又极喜爱才女 刚入宫那晚 因着小姐容貌 是第一个被宣誓寝的 然而同时入宫的林美人 当晚就在御花园 意外邂逅帝王 念了一首我听不懂的诗 接着便得了圣心 连跳两极成了结余 还因此让我家小姐成了笑话 我问小姐有什么对策 小姐又摸了摸自己的脸 道 我能怎么办 我也很苦恼啊 我又不会作诗 读书什么的最费脑子了 我只有这张脸 她又不来瞧 我就算有通天的手段 也施展不开 她说这话时 眼中诚恳 满是苦恼 想着入宫前 夫人对我的叮嘱 夫人对我说 只冤啊 六小姐虽愚蠢 但实在美丽 你多看顾些 得不了圣心也无妨 先保住命再说 我看着小姐的脸 她是真的很美 如同包了壳的荔枝 百里透红 让人很想咬上一口 可老天爷到底还是公平的 给了小姐如花美貌 没给小姐对等的脑子 让她能在后宫里大杀四方 而入宫已有三月 小姐就因为容貌太盛 几乎成了所有后宫 嫔妃低房的对象 今日灵结于作诗 明日许贵妃跳泥场舞 总之 每每轮到小姐室寝时 总是有着各种意外发生 以至于最后入宫大半年 小姐都没有再见过帝王 连带着居住的惊鸿殿 也凄凉地 须由我亲手日日扫落叶 不得圣心 没有恩宠 又时常被打压 连饭都吃不饱 这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些 小姐那张如花似玉的脸 都没了多少血气 哀声叹气靠在我怀里 说这样的日子过够了 她要想法子 搏一搏恩宠 为此 她绞尽脑汁 背了整整三个晚上的诗 然后又塞了不少银子 终于在御花园里 邂逅了帝王 结果还没等她大展身手 后宫里最会被诗的林结瑜突然出现 拿着新作的诗出现 有了比较 小姐便是在如花似玉 也敌不过帝王更爱才情 小姐灰溜溜回了宫 一整晚都没再说话 我以为她是因为宫斗而伤心 刚想去安慰 结果她转头就抱着我痛哭 皇上她太丑了 丑得我连被诗的心情都没有 我不想跟她躺一张床上 我的床那么香那么软 呜呜 芷渊 我好难过呀 安慰的话耿在喉咙里 我想了想 伸手轻轻拍着她的背 没事的 小姐 按照现在这种状况 咱们也是不了寝的 不用担心那么多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皇上 嗯 也 还行吧 只是站在天线市的小姐身边 就显得有点那么 那么丑了 听着我的话 小姐抽烟的声音 戛然而止 她靠在我怀里 缓缓抬头 露出一张哭得梨花带雨的脸 尾时好看了些 我到底有些招架不住 刚想再继续哄两声 她就伸手抹干了泪 缓缓开口 芷缓 你说话真扎心 嗨 不说直白点怎么办呢 我怕话多拐个弯 她就听不懂了 可对着帝王的画像 瞧了两日 小姐实在是吃不下饭 那张如花式的容貌 写满了生无可恋 一时之间 我不知道自己不得宠 究竟是幸 还是不幸了 可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 所以小姐拉着我 合计了整整一宿 最后 她想了个自认为 聪明绝顶的办法 那就是 去辽波当朝第一权臣 范云 本朝所有人心里都明白 别看九五至尊是皇帝 可本朝真正能够裁决天下大事的 实际上却是范云 她不仅手握兵权 还富可敌国 连带着朝中大半官员 都是她的人 也曾有传言 说她是先皇 遗留在民间的私生子 只因她和先帝 有着同款卷发 见眉心目间 比起当朝帝王 模样还要更像先帝 总之 各种流言不断 但唯一能够确信的 就是她手中握着的权势 比起帝王还要多 说句僭越的 若是范云哪日突然想当皇帝了 都不用领兵攻进皇城 只用通知一下宫内的亲信 皇宫大门就会自动打开 恭迎她入宫 而她本人 谁知有没有这种心思 所以很有可能某一天 这江山变异了主 荣宠也只在她一念之间 所以啊 纸渊 与其日日想着 讨好这个只爱毒臭酸师的皇上 还不如搏一搏 想办法拿下范云 毕竟范云那张脸 但凡能悄悄瞧上一眼 接下来的三个月 都能胃口大开 这是小姐上在闺房时 跟我说的原话 可惜 范云不敬女色 那时她还没遇见我 小姐猛一拍大腿 无比自信地开口 你家小姐 我美若天仙 何愁拿不下区区一个范云 想着自家小姐这脑子 我索性就任由她折腾 总之皇宫里的人都知道 她不太聪明 肯定也干不成什么大事 结果第二日 她就带着我 堵在了每日范云入宫的 必经之路上 范云是全臣 杀伐决断 宫里人人都畏惧她 所以她每日入宫处理政务 所走的那一条路 在那个时辰 都没人敢靠近的 这也给小姐行了方便 她花了一晚上的时间 挑了一件 她认为最漂亮的衣裳 又化了精致好看的妆容 插了满头朱翠 最后站在我面前 问我好不好看 坦白说 过于华丽了些 可小姐貌美 压得住这股艳丽 反而更添三分妩媚 娇艳欲低的美人 拿着团扇 在范云必经之路上 假装扑蝴蝶 美得让人 有些挪不开眼 纵然我身为女子 都不免有些看待 天天瞧着小姐那张脸 我就特别想吃荔枝 包好壳的那一种 一口咬下去 香甜多汁 别提多满足了 而范云 也终于不负众望出现了 小姐瞧见她 明明吓得双腿都在打颤 可看着那张脸 又想着皇上 因为她被错失 而露出的嫌弃表情 最终还是眼一闭 心意狠 练习了千万次的转身 精准跌进她怀里 哎呀 本宫摔了呢 有些过于脚柔造作了 我猫在树后 紧张地看着四周 唯恐有人经过 那可是掉脑袋的罪 可在听到这话后 还是有些忍不住 默默蒙住了自己的脸 不为别的 总觉得脸上火辣辣 怪难受的 范云今日 穿了一身 悬色宽袖褒 在小姐快要跌倒时 她迅速伸手搀扶了一把 小姐顺势扑进她怀里 范云愣了一瞬 一时间没有动作 两个人就这么定格在了花丛中 我远远瞧着 娇小貌美的小姐 被范云宽大的衣袍 遮挡了大半 而范云此刻也正低着头 眼睛直直盯着小姐 看着这一幕 我心口突然跳得厉害 原因无她 只因为面前这两人 这姿势实在是过于养眼了些 想着平日看的画本 我脑海里莫名浮现出了几个字 笨蛋美人和腹黑全臣 何愁不是一段风靡画本界的佳话呢 待会儿回去 回去我就开血 而此刻的小姐也睁开了眼 看着面前的范云 微笑着刚想开口 可看清她面容时 一时间有些顿住 张了张嘴 只吐出五个字 这脸真好看 得 美色误人 范云一愣 伸手想将她推开 结果小姐赶忙握住她手腕 又一次跌入她怀里 不行不行 我刚跌到了脚 疼得厉害 我的小姐呀 你撒谎前 能不能掩饰一下内心的激动 不要瞧见美色 就激动得直跺脚 还能一本正经地说崴了脚 哦 用错词了 不能说是一本正经 明明是夹着嗓子撒娇 天还貌美 故而不让人觉得反感 反而忍不住怜惜 范云自然也是发现了 没我想象的暴躁如雷 反而忍不住笑了一下 她低着头 就这么看着怀里的小姐 温声开口 还不起来 小姐果断摇头 又用双手附在自己的心口上 声音柔柔的 娇娇的 她说 范大人 你摸摸臣妾的心 慌不慌 因为不太聪明 所以小姐胆子向来就比较大 但我没想到会大到这种程度 范云少年全臣 手握声杀大权 应当也见了不少女子的嗜好 本该喜行不怒于色的人 在这一刻 也有些绷不住脸上的神情 小姐依旧英勇而无畏 她甚至当着范云的面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掏出怀里的药包 在对方错愕的目光中 打开纸张 微张着嘴身吸一口气 试图将药粉全部吹到范云脸上 然后 然后 嗨嗨 枪死我了 小姐咳嗽了好几声 伸手抹了一下满脸粉末 一脸委屈模样 今日 有风 还没等小姐吹出去 深吸一口气时 就已经往自己嘴里 吸了不少粉末 再借着风向一吹 所有的粉泉都吹到了自己脸上 小姐顶着一张满是粉末的脸 微皱着眉 按照我对小姐的了解 她此刻应该在思考 思考该去哪里再弄一包 范云似乎已经看出来了 小姐不太聪明 她哑然失笑 伸出手指 在小姐脸上点了一下 指尖沾染着些许粉末 放在鼻下嗅了嗅 这是春药 小姐一边咳嗽 一边摇头 这叫做何欢散 三两银子一包呢 范云呕了一声 依旧止不住脸上的笑 像是在调侃 又像是打趣 那你可被人匡骗了 我被骗了 小姐一愣 也忘记了继续装柔弱 当即便站 直了身子 我如此聪慧 怎么可能会被人骗 范云看着小姐 向来喜行不怒于色的人 此刻也止不住憋笑 她伸手 拿过小姐手里的纸包 道 就这品质的春药 市集上最多就卖一两 什么 小姐一把推开范云 满脸不可置信 范云继续道 劝你下次换条门路 这一包何欢散 就贪你二两银子 实在是太黑心了些 听着她的话 小姐也认同地点了点头 确实太黑了些 我下次不找她买了 我就说这阅历银子不合理 还没买两样东西 钱就花完了 害得我月末连烤鸡都吃不起 文言 范云眉头微挑 当即复喝一声 什么 连烤鸡都吃不起 那这个人太黑心了 下次别去找她 小姐狠狠点头 一副遇到了知己的模样 是啊 我来宫里大半年 瘦了一大圈 十天半个月 才能吃一回烤鸡 旁观了全过程的我 此刻忍不住 默默伸手俯额 一副绝望模样 这是讨论春药 几两银子的时候吗 我的小姐呀 正是正是 我在心里无声呐喊 至于小姐 此刻脸颊已经开始泛红 像是药效已然发作 我有点不舒服 身上好热 你说 我现在脱衣服 是不是不太好 小姐顶着那张又红又白的脸 双手揪着范云的衣服 认真开口询问 范云也看出了她的不正常 收敛了嘴角的笑意后 直接把小姐打横抱在怀里 还用宽大的衣裳遮住了小姐 接着她将目光落到了猫在角落里的我脸上 她住哪儿 感受到那股凛冽寒意后 我颤颤微微站起身 指了指东侧的公道 惊鸿殿 一直往东走 再拐个弯就能到 范云打横抱起小姐 在看见我手指的方向后 当即大步往前走 只是在听见我出声后 又硬生生顿住脚步 她转身 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我 往东走 我点头 是啊 一直往东走 然后往左拐个弯 再往右拐个弯 就能到惊鸿殿了 怕她不明白 我边说还边笔划着 范云深吸了一口气 但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直接顺着 我手指的方向远去 靠在她怀里的小姐 掀开了衣服一脚 从我身旁经过时 冲我挤了几眼 我目送范云抱着小姐离开 两个人边走还边在说话 范云说 我觉得估算有误 啥意思 这荷欢散品质是不行 但药效发作还挺快 勉强能值个二两银子 那我还是亏了一两啊 你忘了 总还是要给点跑腿费的吧 是哦 你怎么跟我一样聪明 我站在原地 看着他们的背影 消失在了拐角处 刚想松一口气时 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 我一愣 害怕是有人瞧见 僵硬的半嗓没敢转身 对方直接绕到我面前 则 你是那个笨蛋厚非的宫女吗 来人双手抱胸 怀里抱着一把剑 此刻正歪着脑袋盯着我笑 我认识他 魏怀光 少年将军和范云是好友 我连忙恭敬行礼 魏怀光又伸手戳了戳我脑袋 你还没回答我呢 想着他问的问题 我压了一声 连忙点头 魏怀光直接笑了起来 意味深长道 难怪 难怪什么 我没听懂 虚心求教 魏怀光脸上的笑意更深了些 指了指刚才范云离开的方向 你随你家主子 他傻乎乎的 你 嗯 东南西北分不清 刚才指的那个方向 是东边吗 我愣住 有点怀疑人生 难道那不是东边吗 魏怀光用他的剑柄抵着我的肩 然后让我顺着力道转身 如果那是东边 这太阳升起的方向 又是什么呢 哦 我认错了方向 转身看着魏怀光 努力维持着脸上的笑意 但还是有些绷不住 何必要告诉我 难道 我就不要面子的吗 魏怀光像是能知我心中所想 冲我笑着摇头 面子这东西 不值钱 不值钱吗 我伸手指了指自己的脸 然后冲他伸手 那这个给你 你给我钱 听着我的话 魏怀光起先一愣 但很快就笑了起来 他俯身逐渐靠近我 呼吸间喷洒出的热气 让四周都变得有些异样 他开口道 这算是对我表明心意 我看着面前的魏怀光 浑身血液像是在一瞬间变得僵硬 从脚底升起的寒意 让我想也不想就伸手推开了他 然后转身撒开脚丫子 往金红殿跑去 小姐 你家只冤我被人调戏了呀啊呀 我倒是想找小姐做主 可惜 小姐根本就没空搭理我 范云把小姐一路抱回金红殿 这条路本来就偏僻 加之小姐不得宠 又在先前打点过 路上愣是连一个工人都没瞧见 金红殿中 做牛做马的人就只有我一个 也不会有其他宫女 范云抱着小姐进了内殿 我并没有跟进去 就守在门口 打算凭借着我的聪明才智 见机行事 而此刻小姐体内的合欢赛 已经开始彻底发作 她就像是会蛊惑众生的狐狸 眼波流转间 媚眼如丝 双手勾着范云的脖子 又在她耳边吹气 低声地呢喃 让寝殿内的气温瞬间升起 我站在门口 从我这个角度望去 范云此刻的耳根子 已然红透 但她还将小姐抱去了 屏风后面的浴桶 范大人 你这是打算用凉水帮我吗 小姐强撑着最后一丝理智开口 眼眶红红的 像是受了莫大委屈 范云没说话 抿着嘴 直接把小姐往浴桶里放 小姐身子刚沾到那水时 就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撕 好凉 范云的手一顿 像是有些进退两难 不泡冷水 你会更难受 艰难吐出这几个字的范云 像是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将小姐整个人 都丢进了浴桶里 丢下去的那瞬间 小姐嘴角勾起了浅浅的笑 那件白日里穿在身上的裸裙 瞧不出有丝毫的一样 可在被水打透过后 布料渐渐变得透明起来 若隐若现间 能瞧见不少好风光 如出水芙蓉般 小姐微仰着脑袋 看向范云 泡了水 还是难受 大人 就不能好人做到底 帮帮切身吗 我家小姐 虽然不够聪明 但实在美貌 尤其此刻中了和欢伞 眉眼间本就是风情不断 再加上浑身衣裳 被水染透 更加急剧诱惑 她哆嗦着站起身 直接一把抱住范云 大人 帮帮切身 啪的一声 范云从腰间解下一个令牌 抬手朝着我脑门砸出来 力道倒是不重 就是这些年 跟着小姐养尊处优 这么轻轻一砸 额头瞬间红了一块 我捂着脑袋 哀怨地盯着房内 已然抱作一团的两人 让我关门就好好说嘛 干嘛要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我 我真的是无语死了 付费后 看着范云将小姐再次打横抱起 两个人穿过层层沙漫 湿透了的衣裳 一件件被丢了出来 若隐若现地交好身躯 看得我面红耳赤 迅速伸手关紧了房门 我还小 有些东西不能看 看了容易长针眼 但作为小姐最贴心的丫鬟 我虽然双脸已经爆红 但还是静心指手 将金红殿的大门紧紧关上 搬了把椅子坐在院子里 替他们把风 起先 听着房内似有若无的声音 我双颊红的发烫 后来看着太阳升起 越过了最高点 渐渐往下落 迎来了黄昏 屋内的声响 短暂停了停 接着又闹了起来 然后又停了半嗓 接着又闹出声音 而我也从一开始的慌张无措 到现在如老僧入定 哪怕是动静闹到了窗边 小姐纤细的手 不小心推开了窗子 很快就有一只强劲有力的手 附在了小姐手上 将它又拉了回去 还不忘再次关上窗 我仰头看着天边若隐若现的月 忍不住叹了口气 三两银子买得和欢散 我突然觉得一点也不黑心 毕竟是真的持久 不过这动静 究竟得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可还没等我迎来结束 屋顶瓦片突然传来了细碎的声响 接着身穿黑衣的未怀光 手里拿着一串糖葫芦 越过高墙 直接飞到我身侧 他冲我笑笑 特意压低声音道 难为你了 吃串糖葫芦补补身子 自入宫后 我再也没有吃过糖葫芦 也是越发想得紧 故而也未曾扭捏 伸手接过后 就跟他并排坐着 然后吃起了糖葫芦 至于身后传来的动静 我可以当作听不见 魏怀光转头看了一眼紧闭的大殿门 脸上带着些许不怀好意的笑 接着撑着下巴看我 又冲我大眨眼 我当即拽紧了衣服 警惕地盯着他 将军要忍住 他一愣 接着想笑 又像是想起了什么 捂着嘴愣似 没让自己发出声音 只是肩膀一颤一颤的 看起来憋得很辛苦 颤了许久后 他这才止住了笑意 然后从怀里拿出了一包药粉 直接塞到我手里 看我送你糖葫芦的份上 帮我个忙怎么样 我低头看着 已经吃了大半的糖葫芦 想也不想 就把它还给了魏怀光 将军 我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收买我事部 我每天都给你带糖葫芦 他打断了我的话 我一愣 但还是坚定摇头 糖葫芦吃多了对牙 除了糖葫芦 京城里的各种小吃 我每天都给你带一些 我默默止住声音 捏着手里的药粉 认真看它 要不 你先说是什么忙 让我掂量一下 到底值不值得出卖原则 听着我的话 魏怀光黑黑笑了两声 然后神神秘秘地 指着我手里的药粉 道 范芸那家伙 年纪不大 天天装得老正经 这可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 你下次让你家小姐再试试 保证药效比你们三两银子买得和欢散好 一听这话 我就已经猜到这药粉是什么了 我只是略微犹豫 就将那包药粉重新塞回了他手里 魏将军 我不想做死 况且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如果能成功 我给你一百两银子当报酬 他说吧 我满脑子都只听见一百两 所以我想也不想就伸手拍了拍胸脯 其实 我也不是那么有原则的人 他像是被我的反应逗笑 然后拆开了那包药粉 这东西跪着呢 只要沾上一点点就 魏怀光话还没说完 院内一阵腰风刮过 纵然他护得在及时 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粉末 顺势被他吸进了鼻子里 院子里有一瞬间的寂静 我和魏怀光大眼瞪小眼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我们谁也没开口说话 而他那包药确实是很贵 贵到仅仅几个呼吸间 我就已经看见他眼底泛着不正常的红 并且还试图向我伸手 其实 这个东西我开 没听他把话说完 我反手就掏出了快板砖 一砖头砸在他脑袋上 魏怀光眼睛往上瞧了瞧 很快翻了个白眼 然后顺势 直接倒在了台阶上 我试探性地伸手 呼吸还是有的 这些年跟在小姐身边 府里其他的小姐们 有时候或多或少 还是往小姐院子里塞人 有时还偷偷听我跟小姐说话 反手掏板砖 一板砖砸晕对方 这活我简直熟到不能再熟 只是板砖敲晕人的声音 也并不清 屋内的动静 有一瞬间的停滞 很快我旁边的那扇窗户门 就被人推开 我条件反射抬头 然后就看见范云正站在窗边 仰头往外张望 而小姐 被她整个护在身后 只能瞧见个脑袋 我视线微微下移 就看见小姐的赤色鸳鸯肚兜 此刻正挂在范云腰间 不忍直视 我觉得我要长真眼了 她像是没察觉似的 将窗户又关了些 扯过一旁的衣服坐档 目光落在了躺在地上的 魏怀光脸上 急着又看向我手里的板砖 我很是艰难 才挤出一抹笑 如果我说是板砖自己动的手 你信吗 信不信的 也不重要 反正我有靠山 范云不是提上裤子 就不认人的人 所以小姐纵然还是贵人未分 但是在宫里的待遇 已经截然不同 各局往金红殿里孝敬的衣裳首饰 堆了满满一屋子还不够 硕大的夜明珠 夜晚放在院子里 特别适合晚上我一个人在院子里把风食用 寒风硕硕 我仰头望着天空 屋内声音不断 这两个开了婚的人 自从那日过后 就经常凑在一块缠绵 小姐本就是交养的花 如今更是嫩得能够掐出水来 至于范云 她本就首眼通天 在皇宫跟家一样来去自如 轻而易举避开了众人视线 十日便有八日会来金红殿和小姐优惠 小姐很开心 因为她的计划成功了 范云也很开心 因为温香软玉在怀 只有我 只有我 大半夜坐在院子里的秋千上 抱着怀里的夜明珠 当一个没有感情的守夜人 一直守到天光大亮 然后顶着硕大的黑眼圈 看着清晨心满意足走出寝殿的范云 让她迎接我忧怨的目光 接着 她反手从袖口里掏出一定银子 自空中掏出 然后滑出一个优美的弧度 稳稳当当落在我手里 芷云 晚上守夜辛苦了 快去休息吧 我捏着那顶银子 脸上哀怨的表情瞬间收回 甚至还能挤出一抹极其灿烂的笑来 不辛苦 不辛苦 守护大人和小姐 只冤一点也不辛苦 真的 看见银子的那一刻 我觉得世界都灿烂了 范云来得多 魏怀光也经常来找我说话 至于上次那件事 魏怀光后来顶着额头上的伤口 告诉我 那个粉末其实只是普通的面粉 而当时这么说 不过是故意和我闹着玩 连带着眼里星红 也只是面粉吹进了眼睛里 带起的不是 而我一板砖敲晕她 魏怀光为此冲我竖了大拇指 说我也是个练武的好苗子 我们两个人 一左一右坐在台阶上 她闲来无事会跟我聊起当下 之前 我是只想着 如何能让日子过得更好一些的小宫女 现在 对于朝廷大局 也有了一些认知 比如我知道 当今这位帝王 曾经是范云的学生 范云帮她上位 但是对方 如今想泄莫杀驴 一点点拿回范云手里的权力 甚至还动了杀鸡 这两年 朝内明争暗斗不断 明眼人都能瞧出来 帝王想对范云动手 尤其是这一两个月 帝王像是私下找了第三方势力当帮手 整个皇宫也开始变得沉闷起来 所有人都知道 有大事发生 只是这是大人物之间的对局 我们这些宫女太监的 就当作什么都不知道 一日日混着日子过 可是日子 总有混到头的那一天 潺潺绵绵的几个月 范云后面入宫的日子 越来越少 帝王多疑 宫里的太监宫女 换了一批又一批 若非金红殿实在太偏僻 又不被人在意 否则也会日日瞧见 进军巡逻 而日子一日日过着 小姐 也终于迎来了入宫后的第一次危机 什么 让我去侍寝 听着传旨太监的话 小姐下得手里的茶杯都没拿住 作为已经被帝王遗忘了整整一年的后妃 小姐同样忘了皇宫里还有一个位高权重的帝王 以至于在看见传旨太监来时 眼神有一瞬间的错愕 太监传完话 又恭敬行了礼 贵人 陛下好不容易翻了您的牌子 这可是上上容宠 还是尽快梳洗 早些背着吧 容不容宠的 我跟小姐都心知肚明 如今已彻底投靠范云 自然是不愿意侍寝 可这消息来得突然 如今天色已晚 也根本无法将这件事情传出宫 想要躲避事情 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算假装身体不适 可只要派太医来瞧一瞧 还极有可能犯欺君之罪 此刻倒是真的有些两难了 小姐 实在不行的话 我替你去吧 说这话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没有太大的波澜 当初随着小姐入宫 也曾想过有这么一日 若是小姐身怀龙四 可又需要顾宠时 我便是最好的人选 她待我好 我也愿意牺牲自己报答她 只是听着我的话 小姐脸色骤然一变 她紧紧抓住我的手腕 冲我摇头 只愿 我一直把你当姐妹 从没想过拿你妖宠 可帝王赵姓 林结瑜和许贵妃这两人身子不济 没有人再出来拦着了 所以是躲不掉的 躲不掉也不能让你去 我总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 毁了你吧 小姐拽着我的手 小姐拽着我的手 怎么也不肯松开 我叹了口气 总要有人去的 小姐 我 去什么去 话还没说完 墙头突然有人一跃而下 平常手里握着剑的未怀光 此刻手里拿了些许小吃和宫外的小玩意儿 静止走到我面前 一股脑全塞我手里 你才多大 还没有急机 然后你的路还长着呢 没必要断送在宫里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东西 扯着嘴角像是在自嘲 长不长的 本也不在这上面 何况 我明年开春就要急机了 魏怀光顿住脚步 抬手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下 那也不行 总之这件事情 你别想 说吧 她看了一眼小姐 放心 就凭着你和范云的关系 我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说完这话后 她静止往外走 虽不知她想到何种办法 但线下也只能先等等看 而那个先前来传旨的太监 在魏怀光离开了一刻钟后 就再次跑过来传口语 说边关有异动 帝王正在和魏将军商讨大事 让小姐不用去了 听着这话 我和小姐在这才松了一口气 而后得知这个消息的范云 深夜便入了皇宫 一日 帝王巡礼诊脉 太医诊出帝王体虚 必须得好好调理 至少在未来三个月内 都不能再入后宫 否则会伤疾根本 无法留存子嗣 这个消息 是魏怀光传过来的 他同时也是送东西来的 这段时间 咱们这位陛下闹腾得很 范云这几日应当无法入宫 所以让我把东西送过来 他指着面前的那些瓷瓶 挨个解释 这里面的每一种药 药效得无比温和 若是在遇到昨夜的情况 直接报重病 吃下这药后 便是太医也无法诊出一样 之后只要再服用解药 便可立刻恢复如常 总之 不用再担心了 闻言 小姐向他道了谢 但魏怀光没立刻离开 和寻常许多个夜晚一样 跟我坐在店外的台阶上 像是有话要跟我说 你家小姐如今和范云 算是已经定了情 这样也好 等这些事情尘埃落定后 范云会有法子 让你家小姐脱身的 这段时间就护好自己 我点头道 放心 我肯定会护好我家小姐的 魏怀光愣了一下 抬手又敲了敲我脑袋 笨纸渊 我是让你保护好自己 我不明所以看向他 我就一个小小的丫鬟 又不会遇到危险 倒是我家小姐 过于美丽 性子又单纯 她才需要好好保护呢 她似乎想笑 却最终又没笑出来 只是从地上拔了根草 像是在聊天般开口 你对你家小姐 就这么忠心啊 我点头 因为小姐值得呀 人人都说小姐是笨蛋 但我知道 那年家中三小姐 让她去扑蝴蝶 小姐猜到她不怀好意 可是在那之前 阿娘留给我的平安符 不慎掉落 恰好被三小姐捡到 三小姐就威胁小姐 说不去陪她扑蝴蝶 这要毁了我的平安符 小姐这才答应赴约 瞧着旁边有池塘 也猜到她的手段 只是没有想到 该怎么破解 索性就以自身为局 先三小姐一步跌入池中 算是破了她的阴谋 为此还高烧数日 我心里很愧疚 但小姐醒来 见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 傻纸鸳 你阿娘留给你的平安符 在落水前 我先一步放在了岸边 没有给你弄湿 放心吧 为了一个小丫鬟的护身符 做到这种地步 特傻 真的 所以从那时起 你就决定要永远忠于她 随即我又摇头道 应该更早吧 在阿娘病逝后 我选择卖身葬母 是路过的小姐掏了银钱 安葬了我阿娘 又带我回堂府 让我做她的贴身丫鬟 说是丫鬟 但是小姐带我如亲姐妹 她在府中如何养尊处优 我便如何娇生惯养 所以啊 早就是一家人了 听着我的话 魏怀光难得沉默了好久 她扯着嘴角笑了笑 又指了指远方道 知道那边是什么地方吗 宫外 她顿了一下 眼中像是多了一丝无奈 但还是认真和我解释 是边关 魏怀光站了起来 志愿 我要去边关打仗了 怎么突然就要打仗了 我也跟着站起来 看着这大半年来好不容易结交的好友 虽然知道她武功高强 可到底战场刀剑无眼 我怕她回不来 魏怀光笑了笑 又伸手揉了一下我脑袋 还不是咱们这位陛下 好不容易找到借口 把我调出京城 而边关如今 也的确需要有人过去 不过你不用担心 没几个月 我就会回来 我可没说担心 嘴比脑子快 过完过后 我忍不住咬了咬唇 她还是笑道 所以今天来见你 也算是告别 然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见不着了 晚上呢 如果实在是无聊 也不用那么死心眼 敲摸摸地回房间 睡一觉也无妨 范云聪明着呢 不会让人来打扰她的好事 其实我是知道的 但我总觉得 亲自替她们守着 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魏怀光还在继续说 明天开春吉吉 想好要什么生辰礼了吗 什么都行吗 我看着她 随着她的样子打去 她点头 要不我送你一个金子 做的纸鸢 怎么样 金子啊 我的最爱 魏大将军一言九鼎 那我就等着明年开春 收礼了 听着我的话 她笑了起来 接着又看了眼店门 时辰不早了 我先走了 我看着她往外走 在她即将走出 金红殿的大门时 我忍不住往前跑了两步 然后喊住了她 魏怀光 你等一下 看着她蹲在原地的身影 我连忙跑过去 从怀里拿出那个 我贴身放了许多年的护身符 然后将平安符 递到她手里 这是阿娘为我求的 很灵验 我看着她 嘴角挤出一抹笑 既然魏大将军说 要送我一个金纸鸢 那必须也要平安归来 这平安符 就先放在将军那里 等到得胜归朝那日 连带着金纸鸢 再一起还给我 魏怀光看着手里的平安符 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深 好 一言为定 目送她离开 我又在原地站了许久 等我转身准备往回走时 却被倚靠在门口的小姐 吓了个半死 她就盯着我笑 眼里带着只有我们俩 才懂得默契 我的小纸鸢 这算情窦初开了吗 小姐走到我面前 伸手捏了捏我的脸 又上下打亮了我一番 那魏怀光眼光属实好 配我家纸鸢正好 小姐 听着小姐打去的话 我忍不住跺了跺脚 只是普通朋友 没有别的关系 闻言 小姐嘴角的笑意更深了些 是是是 是会把自己最重要的平安符 送给对方的普通朋友哦 哼 小姐打去我 这次我没有再接话 而是红着一张脸 转身就往自己的房间跑去 自从魏怀光离开后 范云再来惊鸿殿 晚上就都只有 我一个人守着了 抱着那颗硕大无比的夜明珠 我坐在秋千架上 有一下没一下晃着 至于屋内的声音 如今我 已经能够做到面不改色 甚至彻底忽略 至于朝堂之争 也是愈发严峻 不过这些 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呀 就想守着这平静日子 一天天过下去 有时范云白日 也会来惊鸿殿 她和小姐会一起作画 又或者一起在院子里打闹 这一片很天僻 加上刻意打点过 几乎没有人来 芷云 如果有朝一日 我们去浪迹天涯 你想去什么地方啊 小姐靠在她怀里 又指了指我面前的地图 示意我选个地方 将近一年时间的相处 对于范云 我早就没了当初的畏惧 能当半个孤叶了 故而 我也能打去两句 这我还要跟着呀 岂不是让人闲 范云笑而不语 小姐则是直接走到我面前 握着我的手 又在我脸上掐了一下 当然要跟着呀 你身边又没有其他的亲人 我是你姐姐 就算以后我浪迹天涯 肯定也要带着你 三人行 必有一多鱼 我还是不凑这个热闹了 我摇头 小姐笑若灿花 放心 到时候肯定不是三人行 等到战场上那位回来 咱们四个人一起浪迹天涯 多好啊 谁要和魏怀光一起浪迹天涯 我才不要 我想也不想就反驳 小姐脸上的笑意更深了些 我有说是魏怀光吗 说吧 她转身冲着范云递了个眼神 我全当作看不见 说着院子里的花还没浇水 连忙就跑了出去 魏怀光是开春时离开京城的 春去秋来又是一年 等到再次开春 我快要急急时 终于传来了边关胜利的消息 而这一年 帝王和范云之间的明争暗斗 也彻底升级 范云当年将这位帝王捧上位 从未想过要跟他争皇权 甚至为他保驾护航 可到头来 对方不仅开始疑心 甚至还想要他的命 一开始是有些失望 但也未曾想过动摇他的皇位 后来渐渐闹得凶了 对于这个自己亲手捧上位的帝王 范云也是彻底冷了心 故而 这一切很快就将迎来终结 等到魏怀光回京 京城里的兵权接在他手 到时候便能直接掀起一场 不会留任何鲜血的朝代更迭 我也在等着这一日 毕竟我的平安符还在他手里呢 又这么等了许久 在我急急的前一日 大军终于到达京城 小姐给我新做了几身衣裳 又给我画了一个很好看的妆容 她说魏怀光回到京城后 肯定会来京洪殿见我 我扭捏着不肯换衣裳 就一个普通的朋友 何必如此隆重 小姐笑而不语 把我摁在梳妆台前 仔细替我描眉 她陪着我在院子里等了许久 一直到夜色落幕 京洪殿的大门才终于被人推开 我忍不住站起身 只可惜来人不是魏怀光 而是范云 范云 今日你怎么来了 小姐也有些疑惑 范云没有立刻说话 而是静止走到我面前 将用布包裹着的东西 递到我手里 我伸手接过 里面是一张染血的平安符 还有一个用金子做的小纸鸢 我看着这两样东西 声音有些颤抖 范 范大人 魏怀光呢 沉默 长久的沉默 直到很久之后 我才知道 人心这东西 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 跟在小姐身边这么多年 见过最深的阴谋诡计 就是府内小姐 为了争一件好看的衣裳 又或者是一件精致的首饰 装病卖惨 唯独 从未想过 作为一朝帝王 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选择和敌国合作 里应外合下 那个年少将军 最终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他那日刚从战场上下来 身上有好几处伤口 给他包扎的小兵 是他从战场上就回来的 可是也没想到 那人会是陛下派去的内应 更没想到 陛下会在最后一场战争来临前 给本国的将军下毒 魏怀光在战场上 发掘自己中毒 原本只要及时退回 是能够保住一命的 可若是这么做 最后一场战必败无疑 所以他撑着打完了那场仗 等到大获全胜时 毒已入五脏六腑 就不回来了 纸渊他是个将军 死在战场上 已经是最好的归宿了 说到最后 范云眼里除了悲伤 还有极致的愤怒 尤其是在提起陛下时 是恨不得 想要将他挫骨扬晦的恨 我紧紧 捏着手里的平安符 看着那个精致小巧的金纸渊 心口忽然有些难受 我转身看着小姐 她朝我伸开了双手 轻轻将我拥入怀中 至渊 我靠在小姐的肩上 问她 阿娘留给我的平安符 真的很灵验 是不是因为我的命不好 但是这个平安符 让我遇见了小姐 所以好运都被我抢走了 没有留一点给魏怀光 向来活泼爱笑的小姐 怎么也止不住眼泪 她紧紧抱住我 跟我说 这不是你的错 你不必为此自责 不是我的错吗 那为什么 平安符没有作用呢 魏怀光的死 算是彻底撕开了最表面的和平 帝王最开始的打算 应当是想要借助敌国之手 让魏怀光为了护住自己的性命 主动选择败仗 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 失去军中将士之心 也会导致损伤惨重 这样就无法在关键时刻 帮助范云 哪怕是这种办法 极有可能会因为战败 而让我朝割地赔款 可对于那个男人而言 他依旧愿意 可惜 他没有算到魏怀光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 也一定要打赢那场仗 更没有料到 吃了败仗的敌国 轻而易举就出卖了他 一个为了自身利益 能够出卖整个国家的帝王 自然不会是民心所向 而魏怀光的死 让范云对这个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帝王 也是彻底寒了心 这个王朝容不下功高震主的权臣 所以范云不想再忍了 有着敌国内装饰 再加上多年来他手中的权势 直接和帝王撕破脸后 直接带着亲信杀进了皇宫 升起了帝王 那杯毒酒 由我亲自端给他 看着他喝下 也算 替魏怀光报了仇 范云成了新一任的帝王 他手中全是鼎盛 亦可以堵住天下悠悠众口 立小姐为后 至于我 小姐亲口说 我跟她虽无血脉之亲 但我永远都是她最好的妹妹 所以 我的身份不再是小丫鬟 而是她的妹妹 国朝的安乐郡主 安乐 她希望此生我能够安康喜乐 又过了好些年 小姐生下的一双儿女 小太子的性子 不知随了谁 一板一眼的 是当皇帝的好苗子 至于小公主 整日就跟我混在一块 小姐想要为我选婿 她说 国朝最好的男儿 都可以让我挑选 只要我看中了 我拒绝了小姐 告诉她 这辈子 我应该不想成亲 无关其他 总觉得这样的日子 就很好 我记得当年小姐就下我时 我就曾在心里发誓 这辈子要一直守在小姐身边 然后再守着小姐的孩子长大 此生足矣 现在 算是实现了诺言 小姐也不好强求 只是怕我估计 就干脆把小公主塞给了我 咱们是姐妹 我的女儿 也是你的女儿 我看着怀里 可可爱爱的小公主 她的模样 跟小姐有着气氛相似 却比起小姐 要更加明媚张扬些 小小年纪 就闹腾得很 此刻 她就坐在我怀里 拨弄着我 系在腰间的那个金纸鸢 按赞 适合 写团